家里面这种保鲜膜是可以拿来护肤的姐妹 你把它敷在脸上可以增加皮肤的温度 扩张皮肤的毛孔 能让咱的产品更好的吸收和渗透到皮肤的底层去 只不过这种包水果包蔬菜的这种保鲜膜 咱们使用起来之后不太方便 我们可以使用咱们专门的面部的保鲜面膜贴 让我们在平时涂个芦荟胶做个水疗 或者每天早晚去涂抹护品 包括我们在贴贴片面膜的时候 你把这些产品给它涂于面部 然后呢把咱这个一次性的保鲜膜再给它敷在外面 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张 然后已经切割好了眼睛鼻子和嘴巴的位置 你直接给它敷在脸上就行 敷在脸上的一瞬间 你感觉你皮肤的温度瞬间提升 就感觉那小皮肤暖暖的温温的就很舒服 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毛孔就会张开 张开之后就会大口大口的往皮肤底层去喝水 这是为什么敷上保鲜膜之后你会发现 比你平常不敷保鲜膜 你的皮肤做完一些面部的护理之后 保湿度要好 然后呢皮肤的滋润度要好 因为它可以促进皮肤的吸收和渗透 帮皮肤增温锁水密闭抗氧化的 这个保鲜膜一包里面是100片 脸大脸小都够用了 这个就咱们每天早晚去涂抹 护肤品可以用 做其他面部护理可以用 然后你做个颈膜做个手膜 都可以敷上去3到5分钟就行 3到5分钟之后取掉咱们的保鲜膜 把手掌心搓热 然后去按压面部皮肤 咱们的产品就被吸收了 你感觉皮肤很清爽 然后呢皮肤保湿度好滋润度好 就特别特别的好用 这个保鲜膜给你们挂下方链接了 家里没有的可以拍上两单 给它背在家里面做护肤就给它贴一贴 谢谢大家 好